各位童工 各位鼎師傅 你們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我過去都在不同的場合 都和不同的童工分享過 就是講一個危機應變的領導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正面對這個很嚴峻的 武漢肺炎的疫情 我相信已經經過了差不多三個禮拜 或者接近四個禮拜的時間 當我們在這個危機的時候 正是考驗我們一班教會領袖 一班信徒領袖 在這一場的危機裏面 我們怎樣來應對 基本上我們會在每一次的危機 都可以帶給我們一個學習成長的契機 以致我們不只是問究竟這一次的疫情 何時會過去 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在當中來學習功課 以致我們的生命可以成長 我們的目樣是可以更新 當我們去講危機和領導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危機可以說是一些突發的事情 就像這一場的武漢肺炎一樣 是令人要很果斷很迅速地去作出回應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個後果就是非常可堪 今天很多人都來對政府的回應 甚至乎用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做一個比較的時候 看到我們的特區政府的果斷性是不及得澳門的成功 當我們去看危機的時候 我們知道如果我們用回原有的那些思維模式 特別是看回特區政府採購口罩 就看到他們那種官僚的文化 他們那種做法是很難來應對現在的疫情 所以我們說危機本身的威脅性和迫白性 往往就正是領導力的效驗 同樣不同的教會在這段時間 無論是繼續有實體崇拜 或是有網上崇拜 甚至網上崇拜怎樣去做 或者在這段時間教會怎樣繼續來 有他們的牧羊 有他們的團契小組生活等等 這一切正是一個考驗堂會的應變能力 堂會和艇姊妹之間的牧羊關係是怎樣 所以危機就會將一切暴露無遺 所以當我們去看危機的時候 我們很簡單去看 危機哪是一些突發的事情 是需要教會很快很果斷的立即作出回應 比方在你的社區裏面突然之間爆發了 很多宗都是確診的個案的時候 那你教會是否繼續聚會呢 當你教會停止聚會的時候 教會的牧羊或教會的生活是怎樣繼續進行呢 所以這一種危機必然帶來了不安和壓力 是影響了教會或機構的正常運作 甚至威脅這個組織的信譽和資產 而它這個危機不斷擴大的時候 是必然帶來一些很大的影響 我們看到香港已經有傳導人來確診 在新加坡甚至有朱日牧師 所謂確診這方面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這個危機裏面 基本上我們說沒有人可以行免 那些病毒不會說你是牧師 你是基督徒 那你就有免疫的能力 而我們基督徒在這個高風險的社會裏面 我們跟其他人一樣 都同樣會面對這個疫情的侵察 所以當我們在危機的時候 有人說危機是有五種的特性 第一就是它的不確定性 我們不知道它怎樣來傳播 或者它什麼時候在當中來擴殺 就像我們看現在在日本滯留的 鑽石公主號那樣 一隻村裏面有這麼多人來感染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危機的嚴重性 它是會傷害這個人的性命財產等等 今天我們看到武漢的情況 我們確實是很掛心 我們也是需要繼續為武漢的教會 為武漢的市民來代討 另外我們看到危機的發生後 已經很短促 很短的時間裏面 它的擴殘性是可以很大 然後我們看到危機甚至乎 是會帶來很多衝突 當我們對政府失去信任的時候 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會帶來我們的懷疑 所以今時今日要同心抗疫 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於是我們在危機裏面 帶來很多複雜的情況 今天很簡單我們去看 現在我可以說 在分析危機的管理裏面有五個階段 現在我們可以看大部分 香港教會或其他地方 正面臨在第三階段裏面 就是一個回應控制的階段 我們如何去回應現在這個疫情呢 我們如何去控制減少這個疫情 對教會的傷害呢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就會嘗試透過我自己過去的一些學習裏面 和弟姐妹來得同的分享 在危機領導裏面 有三個很重要的元素 在現在這個處境裏面 我相信很重要的就是考驗 我們所體見的 我們所知道的 這是第一方面所說的 這是所知 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的溝通 以及所進行的行動 這就是I do 這是第二個層面 第三就是表達我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於是我怎樣去關懷 怎樣去幫助其他的人 所以這三方面可以這樣說 就是講到我們的眼 我們的口 以及我們的心 於是用這個身體去表達 我們眼所見所知 我們的口 與人的溝通 以及我們在心裏面 來表達對別人的關密 這三個層面 正是反映我們在人機裏面的領導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方面 在危機裏面作為領袖很重要的 就是讓頂之妹看得到 前面仍然是有方向 仍然是有出路 有一位領袖 Max Di Play 他這樣說 他是領袖最首要的責任 就是解釋現況 所以今天 這個現況 我相信我們不需要作太多解說 頂之妹明白 所以當教會 要來被迫 暫停一個實體的崇拜 我頂之妹諒解 特別是在教會裏面 是有些確診的個案 或者有些被感染的個案 這些疑似個案的時候 是更加需要來暫停這些實體的聚會 然後在這個疫情裏面 當我們面對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有下面這幾種態度 第一種態度就是回避責任 既然我們都不能夠聚會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不如索性放假 教會就一於放假 一個月或者兩個月 教務又放假 信徒又放假 我相信在這個疫情裏面 我們不應該是這樣 在危難裏面 頂之會有更大的靈性上的需要 所以這時候 教務反而有更多事情 我們需要去做 這段時間我自己都很忙碌 我比平時可能要做的事更多 所以今天我們不可以回避 我們要承擔的責任 第二 我們避免一種道德的判斷 你沒有信心 所以就停了這個實體聚會 我們有信心 我們可以繼續聚會 我可以不用戴口罩 今天當我們有這種道德的判斷的時候 我們堅持聚會就好一點 就熟靈一點 你不聚會就差一點 或者你不去聚會等等 第三 就是進行比較 今天我們很容易在網上 我自己過去六、六、六、一 在網上 都看了有差不多接近十間教會 他們的網上崇拜 當然我們不是全部看完 看部分 當我們在比較的時候 就會看到不同的教會 在網上崇拜上面 都有一些做得好 有些做得不好的 或者看看你都覺得已經很悶 不想繼續看下去 我相信你也挺姊妹 可能你對自己的教會 的網上崇拜 都會有這些感受 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這種比較就會自然 當然我們盼望 這些比較 都帶來了一些善意的建議 以是期望自己的教會 做得更加好 第四就是強人所難 所以在這個時候 這些教會 你需要承認 有些地方 特別在資訊科技技術上面 你不太行 你就需要請教 在教會裡面 那些專業的頂姊妹 那可能是這些專業的頂姊妹 他們可以有時間 可以給得到你一些專業的意見 或者可以做到一些專業的一些技術 於是我們是要不似校民 請人來幫忙 在危難裡面很重要的 特別我們在這個情況裡面 就要有邱吉爾那種領導的思維 1941年 當邱吉爾去面對日本 偷襲珍珠港事件之後 又跟著 來向馬來西亞進軍 同時在國會裡面 他又面對不信任的投票 這個時候 邱吉爾就在國會裡面發言 他說情況確實很壞 未來還會更加差 但我不會淡化其中的危險和可能的不幸 但在此同時 我很鄭重地宣示我的信念 我從來沒有像這一刻一樣堅信 我們會以符合國家和全世界利益的方式 來結束這一場的衝突 很重要 就是在一個危機裡面 領袖能夠展示你的信念 以至讓頂姊妹看得到 有出路 有方向 所以看見遠仗是很重要 所以有人這樣說 CIA 在這個時候 你就要專注在這個CIA C代表什麼 就是core access 就是教會核心的資產 是什麼呢 我相信教會核心的資產 就是一班的頂姊妹 不是你那個有型的建築物 不是教會裡面的程序 所以這段時間很重要 就是教會重新去思考 如何不依賴聚會的那種模樣的方式 教會如何減少事工化 以至在一個關係上 來重新建立和深化 這就很值得我們一起去思考 第二就是impact stakeholders 對那些事分者有什麼影響 上一段時間 我就會說 咦 可能教會就重新思考 咦 甚至乎不是一個 我們提供網上崇拜 就到此為止 反而我們要想 我們如何裝備 那些家庭的父母 就是不如星期日 他們可以父母在家庭裡 進行一個家庭崇拜 由父母去領導 第三就是期待 怎樣在這個過程裡 讓他們看得到 我們這段時間 有什麼可以學習 在這段時間 我們怎樣去處理我們的感受 我們遲些時候 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 於是領袖 是給頂師妹 看得到 是有那個方向 所以我們那個思想 就決定了那個出路是怎樣 在不同的形勢裡 有不同的可能性 但我們今天 我們所體見的 就塑造了 弟兄姊妹前行的那個方向 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就想起楊木谷牧師 在很多年之前的時候 他在復和神學裡這樣說 他說指出生存意義是可能的 就算是絕望當中 都能夠找到意義 在死亡營到癌症病房裡 都有這些事例 何況我們的情況根本不是那麼差 因此指出我們的問題 不是絕境 而是意義的空白 所以很重要的 在這段時間 教會領袖 就給頂師妹看得到 我們在這場危機裡 有什麼意義 可以重新建立 以及看得到前面 有什麼盼望 接著我們看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我們可以學習的 在危機領導裡 剛才說了 就是我們所體見 我們所知道的 然後第二方面就是我們所做的 這就是牽涉到我們的口 在這段時間的溝通是重要的 而這個溝通就是一個信任的溝通 這個信任的溝通就是 我們是能夠將教會 現在所做的很清晰的 和頂師妹分享 而不是 溝通就是領導 成功與失敗很重要的基石 所以這個溝通的時候 我又要怎樣來和頂師妹 比方 平時頂師妹之間都沒有什麼溝通 在這段時間 如何重新去建立溝通 以前可能你問頂師妹 拿電話很困難 但現在可能容易一點 你問她拿手去電話 因為教會 現在有些特別發的信息 或何時恢復聚會 要通知你 於是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會怎樣來和頂師妹 去建立那個信任 以至在那個困難裏面 你又重新有一個好的溝通 有人說 在危機裏面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信任 所以英文就是trust 所以在這個情況的時候 需要說出真相 和呈現那個感受 頂師妹可以去表達她的感受 第二就是 怎樣可以前後一次作出回應 第三就是明白你的角色 第四很重要的 就是看弟兄子輩 看每一個個體 都可以來信任 最後就是採取行動 今天我們就是能夠 向弟兄子輩展示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 可以被信任的領袖 在這個時間 特別可以看到 武漢一間教會 就是這個下上堂基督教會 王女牧師 你可以在YouTube 或者視頻裏面 找到有關的訪問 我聽過一個訪問 在這個訪問裏面 就分享 在這個時間他們的教會 其實之前的時候 已經準備分組了 特別是面對內地的政治打壓 趁著這個機會 反而他加快了他們的小組化 甚至說 有些小組差不多每天都聚會 他以前那些聚會沒有那麼密 一個星期一次 現在可能變成一一次 一一次就不是實體聚會 而是說他們在網上聚會 於是那種的目樣和溝通 在危機裏面 反而那個熱度 是更加深化 還有那個頻率 是更加的頻繁 所以今天我們香港的教務 是需要來重新思考 在沒有正常聚會下面 我們怎樣跟頂師妹 彼此的溝通 怎樣來彼此的模樣 最後就說一個個別的關懷 這個就是這裡所說的to be 這一方面 這個to be就是表達我們怎樣 去向頂師妹展露 我們對他們的關懷和牧羊 我想這時間大家都聽到 是不是有說 我們停聚會 但我們不停牧羊 我們停見面 但我們不停關心 我們停開會 但我們不停討告 我們停愛義 我們不停愛心 所以當我們停止 一個實體聚會的時候 不是表示我們那個的關係 我們的牧羊 就到此為止 所以在一個危難裏面 就只是反映我們裏面 真實那個人 是一個怎樣的人 所以有人說 在一個危機應對裏面 很重要的 是有這五方面的價值 第一 我們是重視人的 那個well being 是放在手位 所以我們重視人的安全 考慮公共健康的緣故 所以我們暫停實體聚會 我相信無論從神學上 循環理上 這個做法 是一個可以考慮和可取的做法 第二 是承擔適當的責任 在一個危難裏面 不同的人 都來發揮不同的角色 扮演不同的責任 第三 是就持份者關注的課題 令我盡快去作出回應 他們關心的是甚麼呢 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可能鼎姊妹有彼此的幫助 有些鼎姊妹缺乏口罩 有些鼎姊妹缺乏某些所謂用品 其他人可以在當中 彼此的支援 彼此的分享 第四 決策和行動是基於事實和倫理的原則 不是說 為了要補命 我們就不擇手段 第五 跟所有涉及事件的人士 有隨時可以接觸 可以見得到 以及公開的溝通 所以這段時間 教務 怎樣和鼎姊妹 是保持一個溝通和接觸很重要 所以在這裏我都建議 不同的教育同工 這段時間你需要多打電話 和不同的鼎姊妹 來保持那個聯絡 不是說我回不了辦公室 或是見不到頂姊妹 但今天可以透過WhatsApp 透過Messenger 透過很多電腦的資訊科技 繼續在網絡上 和頂姊妹保持那個溝通 至少我們可以來到 如果有個別的力度 是向他們祈禱 問一問你有甚麼需要 我為你祈禱 在電話上 直接進行這個祈禱 這個關心和這個模樣 這就是危機裏 我們可以發揮的領導 所以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這個危機領導 就包括了這三個層面 我們被頂姊妹看到的遠景 是甚麼 在這段時間 我怎樣和頂姊妹 保持那種信任的溝通 我怎樣向頂姊妹 表達那種愛心的關懷 盼望我們能夠臨危不聯 在危機裏面 我們繼續去帶頂姊妹 行在上帝所欺的方向裏面 多謝大家